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宜是吗 不是 游宜不是 听 我刚一直在思考 她为什么开场会说 你一直要唱这个麦 是麦爸妈 交给你了 后来我知道了 因为你后来姐姐只有一个麦了 如果你想跟男生合唱 就只能两个人用一个麦 真的 真厉害 第一个就秒对 而且那是刚才大家都还没有注意的 就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金莎一来就把那个麦给了那个穿白西装的女生说 你不是麦爸妈 你就抓住这个麦 不要放手 然后 啥 我都没听清那句话 要注意每一个细节 我们后面有专门因为这个就是设计了剧情 现在咋办呢 我都不可以 没了 我这戏都卡在这了 那再加一点 没事照演 好好好 小小年纪厉害了你 太厉害了你 要不厉害能行走这么多年不被骗吗 好简单 本来我还想说只有两个西红柿 会不会一人咬一个 那后来我发现不是西红柿 那不是西红柿 那是响唇 我以为它是西红柿 你说这是西红柿 西红柿 你没说它是圣女果呢 小园把这环节当大侦探作了 小园把这环节当大侦探作了 来吧 我叫袁明泽 今年二十岁来自江苏启东 我从小学习国标舞大概有五十年的时间 小时候是因为又胖 然后也懒 所以父母想让我有点动起来 对 就有点气质 然后瘦一点就被逼着去 去学了 学着学着就拿到了一些奖 比如说在18年我曾代表学校去马来西亚 参加了IDO的国际邀请赛 拿到了A组的第一名 同年也在上海黑池 拿到了A组的前十二名 每边可以说一个直觉 刚才明道已经说他直觉觉得谁是 我说直觉 那个郭仙子应该不会跳舞的 好 小园 我觉得袁明泽应该不是跳舞 因为刚才我看到一个很小的细节 就是跳舞的 我们去上舞蹈课 最惨的课老师叫拉筋 但是我是一个筋很硬的人 我是这样蹲 我是基本上是蹲不了的 我是会往后倒的 所以我蹲我只能这样蹲 但是我刚才看到袁明泽 他蹲下来的时候就是跟我一样 就是不能亚洲蹲 所以我怀疑他不是专业跳舞的 好 现在呢 没事 我想一下我要来一个迪迦奥特曼 好 来 音乐 走 好 来 地区 谢谢 谢谢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好 好 好 差点要把自己拧倒进去了 这还是破案的那位少年吗 那个破案的少年哪去了 说你四个字 招风卖傻 故事的开头是 小芳看到自己的老板 热情地和老板打招呼 我昨天晚上梦到咱们公司上市了 股票大涨啊 故事的结尾是 小芳被开除了 各位快推理出完整的真相吧 可以开始了 来 赵老师 请问他的公司是已经要面临倒闭了吗 不是 哈哈哈哈 呃 他们公司是已经上市了吗 不是 不重要 不重要 这样可以吗 这个非常重要啊 我给的这个体制真是重要 不重要 很重要不重要 他的老板相信梦是相反的吗 啊 啊 啊 不是 哈哈哈哈 啊 啊 哎呀 啊 哎呀 啊 哈哈哈哈 啊 小芳是男的吗 不重要 不重要 没问到点上 老板是男的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对不对 对呀 哈哈哈 不重要啊 好 陈昊终于抢到了 腿都麻了 小芳是老板的儿子吗 啊 哈哈 哈哈 又不重要 无关 不是 不是无关 是不是 啊 袁虹你在吗 袁虹 哈哈 啊 哦 不重要 哈哈哈 不重要 那么请问 哎呀 不是 下一个 哈哈哈 他们公司 哎 卖菜的吗 不是啊 你能跟我讲讲这些逻辑吗 跟卖菜有什么关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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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么小芳 小芳是白日做梦吗 海涛 有摸到关键 但不是 哦 呃 啊 啊 这个方向啊 我想讲个故事 啊 呦 啊 小芳看见自己老板热情的和老板打个招呼 老板昨天晚上梦到咱们公司上市的股票大涨 老板问小芳你昨天晚上不是在加班吗 小芳被开除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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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接近 啊 啊 啊 无限接近但不是加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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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ging 好 啊 你这种际题啊 你是请足的吗 我帅得不准 我可以 北极降落 海涓 我们再綁一条 他这么想通脸 来 三二一开始 我甩太痛了 这可以啊 这个弄的可以真的 水击降落 OK 好 可以了 谢谢 可以 我这个甩好累啊 这帽子太小了 没得我头疼 帽子小这事应该我说吧 对啊 不是 因为浩然是脸小 但是浩然头头特别厚 好 首先第一轮 海涛真的很像是厨师学校 海涛哥前面那两座头发 我觉得海涛像厨师 然后那个浩然像诗人 只有戴上这个帽子 你才能真的看出谁脸小 海涛的脸在帽子外面 军令就是完全在里面 你会采茶吗 当然 那您这个美甲是采茶是做的吗 这不是为了来参加是吗 参加我们节目特意做的美甲 特意是吗 对 因为手本身有点粗糙 还是导演组安慰 而且一不如还发现她 不拎不拎呢 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我们的边红 边红茶 它是产自云南的凤庆 两个人一直像这一样 故意你带了 另一个人 而且第一组有可能 而且高跟鞋 不拎不拎的特别的亮眼 有一点蛛丝马迹 我可以证明这两位姑娘 绝对是正宗的云南人 为什么 因为云南人的口音 它是有一点前后鼻音不分的 来 请两位姑娘分别说一句 我去山上放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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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放羊 你来 我去山上放羊 在云南可以 他也有可能是来自云南话剧团的演员 话剧团的演员 说成这样不合适吧 有意的 有意倒口 对 同学老师也带耳机 这个带耳机 带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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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您在这工作多久了 我大概工作了好几年了 大概工作了好几年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 6年的时间吧 6年都是跟我们郭老师在一块工作吗 没有 就是我前面是去三星堆 这里不就是三星堆吗 这园不就是三星堆吗 对 这里不就是三星灯吗 不是 我说错了 完了 你就说看见他们很紧张 没有 我比较紧张 太紧张了 那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王丽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我是 我是那个 什么学校都不知道啊 什么学校都想不起来了 四川医术职业学院 我们学校的 还是要看最后的线索 你忘了咱们每次 然后呢玩之后都为一个 每次都是胸有成竹 但是每次都失败 哈哈哈 大家的朋友 到底四组人当中 谁给的线索是真的呢 三 我感觉听一下 我是假的 对不对 因为这太容易是真的 二 没错 我觉得第一队是真的 不对 我认为他们是假的 我觉得他俩是真的 康哥 我不等 我不等 第二 一波一波 说 我们认为那个初七是真的 真的 别人是假的 酒醉的蝴蝶 对 永远逃不出花花的世界 哎呀 好 都确定了啊 兄弟团选择的是花花的蝴蝶 真相团选择的是红红的萨尔老 正确的就是 3 2 1 蝴蝶 蝴蝶 对 最后一秒出 一波 好厉害 一波 你怎么看台的 他对看夫妻这一方面 非常厉害 你们俩结婚 你们俩结婚 对啊 花花 拜拜 拜拜